中心网记者行蕊舍 中心网客户端门水,2月7日店,行为新春佳节,家住山西省门水县的周战坑老人家中热闹非凡,在外忙碌一年的晚辈们陆续返回家中,看望茂蝶之年的老两口,似是同堂的欢乐气氛,洋溢在周老家面积不大的小院里。 周老今年91岁,他的老伴李德真老人,也已经88岁,二老一生相伴,走过了69年的风风雨雨,在此久迎新的日子里,周战坑老人和老伴回忆起过往的点滴,虽然时间模糊了他的记忆, 但周老依然清晰的记忆,今年10月1日,是祖国70岁的生日,从抗日战争,到新中国成立,从改革开放,到生活进入小康,二位老人一生的经历,就是祖国变迁的缩解。 刚刚参加巴陆军时的周战坑,受访者,共图抗战熔炉造就革命小将1943年的中国,正处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相识阶段。 也正是在这一年,年仅15岁的周战坑,加入了八路军近随分区六支队,因为年纪太小,个头才没枪杆子高,他被安排当了通讯员,负责战时前后方的联络工作。 当时的通讯条件极为简陋,信息的传输,只能依靠通讯员的两条腿。 为了躲过日军的搜查,通讯员的工作,一般也只能在晚上进行,而且只能抄小路。 以此,年轻的周战坑在送情报的路上,要穿过一片高两地,高两地里还三三两两地散落着坟堆。 月黑风高的夜晚,他的耳边时不时传来以狗的叫声。 没有任何照明设备,周战坑彻底迷失了方向,他一个人又着急又害怕,在高两地里转了一宿,一直等到天蒙蒙亮,才找到了正确的路。 周战坑左和战友在一起。 受访者公图根据周老回忆,从1943年加入八路军,到1944年冬天,自己共参加了六场战斗,其中,河南省新安县中越岭战斗让他记忆柔心,至今难以忘怀。 1944年的冬天,周战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,要南下支援大部队,在河南建立根据地。 当时的359旅要下梁广、广东、广西,我所在的旅要在韩军将军的带领下开辟新的后方,周老对记者娓娓道来。 战斗在部队刚踏进河南境内便打响,周战坑的工作如往常一样,保持指挥部和各个连队之间的信息通差。 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,他在封锁线上来回穿梭。 敌军看到了伟军的通讯员,端着机枪对着周战坑不停地扫射,子弹从他头上飞过,几次都险些牺牲。 年轻时的周战坑,受访者公徒随时牺牲的,可能并没有让周战坑退缩,而最让他难以释怀的,是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惨死的日军的刀下。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,进入到了最后的肉搏阶段,日军挥舞着掌刀砍向我们的同志,九连的班长张晓。 三在殊死搏斗中,被日军砍破了脑袋,光荣牺牲。 悬连六十多个人,死了一大棒啊。 回忆起这段往事,年过九旬的周老,依然泛树泪花。 因为参军以来的出色表现,1945年,周战坑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好宴中,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,他被调制中原野战军,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四纵交二旅,任机要股负股仗,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,并荣获二等功。 时任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政治教员的周战坑,受访者公图,转业回乡投身教育周老青年时的戎马生涯,但却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。 他告诉记者,十四岁正是可求知识的美好年华,是残酷的战争,击碎了他的求学梦想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,周战坑成为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的政治教员。 1958年,三十岁的周战坑转业回到了家乡,他放弃了其他单位优厚的职位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地一所中学,成为学校的党职。 布书记,当时刚刚专业回乡的周战坑与老伴,受访者公图在任期间,他义务为全县中小学生讲课三百余场,宣扬革命传统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 当时的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穿梭在大大小小的村落之间,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孩子们,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 讲到战争年代军队挤养齐缺,往往饿着肚子上战场,为了填充肚子,他们曾用棉花塞住鼻孔,吃从山沟底捡回的腐烂驴肉。 没讲到此处,许多师生感动至己,泪花闪现。 1984年离休后,周老与老伴在老房子前的合影,受访者公图建政改革开放沧桑巨变1978年, 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,中国由此大踏步地赶上时代的潮流,周老一家人的生活,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以前的瓦房变成了砖房,千禧年之后,二老又搬进了楼房安度晚年。 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老革命,每个月,我都能领到。 丰厚的退休工资,总算是等到了苦尽甘来,周老动情地说道。 搬进楼房后的周老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 受访者公图以前买粮食都要粮票,现在生活好了,鸡鸭鱼肉都管饱,看着儿女们准备的一桌饭菜,周老又笑得合不拢嘴。 梁孝记载着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艰苦岁月,在1950年到1985年间,他一度成为每家每户的命根子。 当时周老一家八口人,每人每月几能拿到六斤的白面票,全家人过年的时候,才能吃顿白面饺子。 即便如此,周老的爱着李德珍老人,还是会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一点,去帮助更生活更困难的邻居。 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,我的老伴一个月还有几十元的工资,他们比我们更困难,能帮一点就是一点。 回忆起这段往事,李德珍老人笑着说,二老刚刚新婚时的照片,受访者工徒经历过贫穷的岁月,二老格外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红火日子。 衣服穿破,缝了补丁继续穿,食物掉到地上,捡起来洗洗也要放到嘴里。 年事已高的周老身体,一年不如一年,老伴李德珍虽然腿小不便,但仍然精心照顾着周老的饮食起居。 两位老人相逐以莫半个多世纪,他们的爱情经过战火的洗礼,又经历了艰苦岁月的考验,最后变成了平凡日子里的细水长流。 两位老人洗劫连礼的时候,身穿军装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,这张黑白的小照片,成为了当时的婚纱照。 2020年是二老结婚70周年,周老最大的心愿,就是牵着老伴的鼠再拍一次合照。 有老伴多年来的呵护,有儿女子孙们的陪伴,还有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怀,虽然我的生命即将耗尽,但我的晚年非常幸福。 晚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